日前以肉身阻挡神手拆除神刊的拖车姐黄慧文 今天召开记者会 对于自己日前的情绪失控以及错误言论道歉 她的记者会随后也引来雪州万脑M Residents 2的居民协会道场搅局 现场满满的火药味 黄慧文在本月26日 以肉身阻挡施拉扬市议会人员出动神手拆除拿督工神刊 情急之下甚至说出了引起有足同胞不满的言论 她今天在记者会上数次鞠躬道歉 强调自己是因为情绪激动才会口不择言 为什么今天我会道歉 是因为我那一天失控了 身为一个领袖 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失控 记者会期间也有无意居民指责黄慧文用词不当 令马来社会感到不舒服